这是中国最神秘的道具 外行人只是看一眼 就会感觉天旋地转 也只有内行人 才能看懂这方小圆盘里的门道 也因为太过神秘 其制作过程一度无法完整展示 这就是罗盘 在古代是每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标配 做罗盘首选的是银杏木 用刻刀在上面划分格子 它的精度要求远超你的想象 刻完后就可以用木炭 在罗盘表面反复擦拭 黑色的碳粉嵌入刻痕内的凹槽 既清晰又能保证罗盘的平整 再用刀片刮掉罗盘表面多余的碳粉 用力地分寸全平降人的指尖拿捏 打磨罗盘所用的是柔软的干草 这样才不会伤到罗盘 接下来则是最繁琐的书写盘面 每个字落笔都要干净利落 共计三千余字 不容许写错一个字 否则墨水渗入罗盘 整个罗盘也就报废了 然后上期打磨 每天打磨一次一共要打磨20天 唯有如此 才能保证盘面光滑如镜 而罗盘的核心则是中间的指针 这是只有经验最丰富的老师傅 才能经手的环节 而且属于保密工序 想要一窥究竟的需要缘分 安装好指针后 再用油漆密封中间的小缝 保证指针的气密性 一个罗盘也就制作完成了 只是如今鲜少有它的用武之地